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金奇的左胸 一场早恋为何会导致一死两坐牢 待次的爱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力讲堂 2012年3月4号的上午 在北方某市一个普通的平房小院 突然跑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只见他快步追赶着走在前头的一对母女 在他身后呀 追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嘴里喊着 今天呀 我就打废了你 就在他快要追上少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中年男子从后面 露出他的脖子 抢他手里的刀 争夺拉扯中 这持刀男子一下子就刺中了抢刀男子的左胸 只听一声惨叫 被扎男子捂着胸口慢慢倒下 身下是一滩鲜血 这一幕让人触目惊心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年为什么要追那对母女 中年持刀男子为什么要追那个少年 持刀男子又和他是怎样的关系 事实上这是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血案 事件中的两个年轻人是一对情侣 双方父母为了反对他们在一起 不惜拼了老命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恋情 以至于遭到家人如此反对 我们还要从这场恋爱的女主角 十三岁的王莉莉说起 王莉莉小的时候 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六岁以后啊 在城里打工开饭店的父母 把她接到了身边 父亲王天莱呢 是注意补偿女儿的心理 不能说是要啥买啥 可是只要是家里条件允许 一般呀都会满足她 一晃呢 这王莉莉就十三岁了 在一所打工学校读初一 她个头高又爱打扮 比起同龄的女孩 显得成熟一些 再加上能说会道敢想敢做 显得非常有主见 就是啊学习不大好 这王天莱也想得开 自己当年也不是那块学习的料 何苦逼孩子呢 就这样随着青春期的到来 王莉莉越来越叛逆 也越来越爱打扮自己 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父母的重视和疏导 直到王莉莉开始了早恋 2011年3月 王莉莉认识了范强 范强呀读到初二 就输了学 跟着爸妈到城里打工 她长得是眉清目秀 瘦瘦高高 话呀不多 但是呢很讨女孩子喜欢 两个人都是同龄人 又处在对异性很懵懂的年龄 渐渐的呀 这班里好多同学都在传 俩人谈恋爱 有时看到范强来找王莉莉 同学们就用眼神互相示意 这让王莉莉呢既感到害羞 又有一些小女生的骄傲 范强呢 觉得有个漂亮的女生 跟在自己身边 也很有面子 5月9号的下午呀 王莉莉在网上向范强抱怨 说自己想要个新款手机 可母亲呢就不同意 说你一个小孩 要什么新款手机呀 要买 等你自己挣了钱 想买什么买什么 王天兰一听啊 获了悉尼 就说 看期末考试吧 成绩好再买 成绩不好就不买 王莉莉就很生气 于是呢 任性的她就对范强说 我要离家出走 自己找工作 挣钱买手机 王莉莉离家出走 本来是想吓唬吓唬父母 让父母更加关注她 溺爱她 但没有想到 这一次出走 彻底改变了她和范强的命运 也给两个家庭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边啊 两个孩子是说走就走了 可王莉莉的家里 却像炸了窝一样 女儿彻夜未归 父亲王天来和妻子情急之下 报了爱 警方来到学校 找到老师和王莉莉的同学 了解情况 有和王莉莉要好的女同学 含糊地说 王莉莉呀 可能跟男朋友走了 父亲王天来和妻子 大吃一惊 这才多大点的孩子呀 平时总觉得女儿还小 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 总觉得给点好吃好喝的 像养个小猫小狗似的 供她吃饱喝得就行了 这哪成想 女儿竟然有了小男友 再一问 得知女儿的小男友叫范强 这范强是谁家的孩子呀 干什么的 听说不是学生 那怎么就和女儿认识了 两个人跑哪去了 数不清的疑问 一下子涌上了 王莉莉父母的心里 这恨不能啊 立刻就把女儿王莉莉揪出来 问个究竟 经过调查呢 警方发现了范强 在小旅店的开房信息 心急如焚的王天来和妻子 是急匆匆地去旅店找人 两个人直奔范强所开的 103房间 敲开门以后 王天来是一拳就打倒范强 一顿暴揍 好小子呀 你竟然敢拐我闺女 我不打你半个月下不了床 那算我手懒 王莉莉的母亲 气得浑身发抖 进去就给了女儿一个耳光 我供你吃供你喝 你竟然敢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小子跑了 你真是反了天了 这边王天来揪着范强 那边王莉莉的母亲就开始审问自己的女儿 这一晚上 范强和王莉莉是不是相安无事呀 可是三言两语 王莉莉就说不下去了 王莉莉哇哇大哭 断断续续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呀 这刚开始的时候 他和范强是在房间看电视 吃零食 可电视剧里出现了男女亲热的镜头 气氛不知不觉就开始微妙起来 情斗初开的年纪 少男少女又独处一世 对异性的好奇 最终让他们按捺不住 偷吃了经过 这听完女儿的诉说 母亲气得发晕 本来以为 那都是不大的小孩 没想到却弄了这么一出幺蛾子 王天来一听啊 放在手心里宠爱的女儿 怎么闹出这么一桩丑事 这以后怎么办 王天来怒不可遏 这事老范家 怎么着也得给个交代 少男少女偷吃经过后 双方父母争论不休 那要不是王家的女儿 太叛逆太任性 儿子肯定犯不了这错 觉得闺女吃亏 女儿父亲王天来怒告范强 明知对方不满十四周岁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 也属于强奸 范强最终被判了刑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带刺的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王天来找到范强的父亲范京奇 这三言两语一说 范京奇想 坏了 儿子干出了荒唐事儿 这刚进城就惹祸了 他狠狠地给了范强两个大嘴巴 对着王天来是好话说尽 可是看到王天来恨不能吃了范强的眼光 他发愁的 不知道怎么办好 儿子闯了祸 女方家长带着孩子找上门 这范京奇的妻子啊 一开始也觉得 儿子这事丢人 可转念一想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 王家的女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于是当着王天来两口子的面啊 话里话外的 他就流露出这个意思 我儿子呀是有错 可你女儿呢 这么点的小孩 就敢说跑就跑 这说到底呀 家里也没管教好 这再大一些 指不定怎么着呢 再说了 两个孩子又是自愿的 谁也没有强迫谁 王天来一听 心里不是个滋味 自己女儿已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范家不但不赔礼道歉 反而礼直气壮 一怒之下 王天来来到了派出所 警察对两个孩子进行了询问 两个孩子不敢撒谎呀 老老实实的说 警察问王莉莉 范强有没有强迫你 王莉莉说 没有 叔叔 我们是自愿的 问到范强 你知道王莉莉多大吗 范强说 知道 前不久 我还给王莉莉过了13岁生日 还给他买了个毛绿玩具当礼物呢 于是呀 这范强当场就被羁押 警察告诉范家 明知对方不满14周岁 仍与其发生性关系 那即便是幼女同意了 那也属于强奸 这范强傻眼了 范强的母亲也后悔不迭 那早知道结果这样 还不如当初给人家赔礼道歉 加补偿 偷偷的把这事了了 可现在呢 为了口头的一时痛快 儿子的前程毁了 名声也坏了 2011年12月 法院以强奸罪 判处范强 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同时宣告禁止令 禁止范强在缓刑考验期内 再接触王莉莉 那这个判决结果中呀 就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禁止令 那么什么是禁止令呢 法院为什么在判处范强 缓刑的同时 又宣告了禁止令呢 范强和他的父母都很疑惑 法官说 禁止令呀 是法庭下达的 禁止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指令 也就是说 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那么禁止犯罪分子 从事特定的活动 进入特定的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比如说禁止犯信用卡诈骗罪的 办理使用信用卡 禁止犯赌博罪的 进入棋牌室 禁止被判贩毒罪的人 接触涉毒人员等等 那宣告禁止令的目的啊 是为了防止这些人 再次接触到犯罪诱因 防止产生新的犯罪 那么如果违反禁止令 轻则行政处罚 重则撤销缓刑 那在我国呢 禁止令分为管制中的禁止令 和缓刑中的禁止令 关于禁止令呢 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38条 第二款规定 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止犯罪分子 在执行期间 同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这是管制中的禁止令 刑法第72条第二款规定 宣告缓刑 可以根据犯罪情况 同时禁止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 这是缓刑中的禁止令 那本案中呢 对范强宣告禁止令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他 再次接触王莉莉 防止因为一时冲动 再次伤害王莉莉 同时呀 法官严肃地 叮嘱了范强的父母 必须对范强严加抗惯 多关心 多教育 多引导他 如果范强再违反禁止令 再缓行考验期内 接触王莉莉 那情况严重的话 比如再次跟他发生性关系 那么就会被撤销缓刑 听着法官严肃的话 再想想 儿子如今成了罪犯 范强的父母很恼火 觉得这儿子是莫名其妙 惹上麻烦 不明不白地被判了刑 儿子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那全是王莉莉的父母 没有管教好女儿 没事搞什么离家出走 害得自己的儿子 跟着受牵累 王莉莉的父母 却觉得 判了缓刑 便宜了范强这小子 怎么没让他蹲监狱呢 特别是王天来 一想起女儿这么小 就让范家的小子欺负了 就气不打一出来 怎么着都不解恨 这件事情本应该就此打住 两个孩子 两个家庭都应该吸取了教训 反思自己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事情不仅没有就此平息 反而去再起波澜 两家这么金关洞府的一折腾 王莉莉学校的好多同学 都知道了这件事 大家议论纷纷 王莉莉也没法再去上学了 家里经营的饭店是 王天来和妻子 在这所城市 谋生的唯一依靠 也不能说搬走就搬走啊 于是短期内 王莉莉就先休学在家 没人能理解他此时的惶恐和孤寂 自打这件事发生后 别人的议论 父母的愤怒 让他感到自己干了件 特别丢人的事 每当看到母亲阴沉的脸 他心里啊 又感到很害怕 烦恼中 王莉莉整天呢 就在网上打游戏 消磨时间 在网上 王莉莉和范强又联系上了 在网上 范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莉莉 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个可爱美丽的女孩 我很喜欢你 更何况 我们已经有了那种亲密的关系 你就做我女朋友吧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相信我 虽然说法官呀 是明确告诉范强 禁止他接触王莉莉 可范强觉得 只要我不伤害王莉莉 那就没什么关系 于是呢 他就把法官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 听见范强信誓旦旦的表白 王莉莉就像唠叨一颗救命稻草一样 觉得自己虽然变成了坏孩子 可还是有人爱的 他甚至啊 在这一点上 有点感激范强 就这样呢 两个人经历了一番风波 反而在感情上更加亲近 2012年春节过后 范强就开始计划着 打算带王莉莉去外地打工 他觉得 凭自己的力量 他和王莉莉一定能生活下去 王莉莉也觉得 反正书也读不下去了 还不如跟着范强 去外地见见市面闯一闯 两个人就开始悄悄地筹划 准备好钱 考虑要去的地方 女儿痴心不改 竟然准备和男友再次私奔 这上前翻了翻王莉莉叠好的衣服 竟然抖了出两张火车票 私奔计划败露 双方家长冲突不断升级 嘴里喊着 今天我就打残了你 我让你再追 一死两坐牢 两个家庭请客间破碎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戴刺的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一天呢 王莉莉在家收拾衣服 母亲突然回家找东西 就看到她把夏天的衣服都找出来了 感到很奇怪 就随口问了她一句 可王莉莉啊 毕竟还想 做贼心虚的 就支支吾吾起来 这让母亲啊 顿时起了疑心 就上前翻了翻 王莉莉叠好的衣服 这竟然 抖了出两张火车票 上面的出发日期 是第二天中午 其中有一张的名字 竟然是范强 哎呀 这可让王莉莉的母亲非常气愤 就大声质问她 你怎么还和范家那小子来往呀 小小年纪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这么小 就想自己跑出去 怎么不想想我和你爸呢 每天辛辛苦苦的 我都是为了谁呀 王莉莉的母亲 越说越气愤 这索性就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 开始好哭起来 王莉莉的父亲回到家 一进门 就看到坐在地上 好哭的妻子 问清原委后 他气冲头脑 气自己的女儿不争气 气范家的小子太猖狂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孰不可忍 王家的女儿还小 不懂事 那你范家的儿子可是不小了 被判了刑 还贼心不改 竟然想拐走我的女儿 外出打工 拿着两张车票 王天来怒气冲冲 找到范家 乡里用个究竟 没想到这一次 王天来找到范经旗时 范经旗可没此前 那么好说话了 他认为 如果说以前范家 对不起王家 可如今 王天来把范强也告了 范强因为王莉莉 也判了刑 两家算是扯平了 那如今儿子小小年纪 顶着个强奸犯的名声 这当爹妈的 心里能好受吗 于是当着王天来的面 范经旗也没什么好脸色 硬硬的来了一句 你先回家管好你女儿 她非要跟着我儿子走 我也没办法 说完呢 她把王天来推想到门外 咣当就关上了门 这一句话 把王天来抢来的满腔怒火 却是哑口无言 她愤愤地转身 回到了家中 这回王天来可没再客气 在家里把王莉莉狠狠揍了一顿 挨了一顿打的王莉莉 偷偷跑出了家 此时的王莉莉既伤心又委屈 自己虽然做错了事情 也不至于遭父亲毒打吧 从小到大 父亲从来没有打过自己 如今对自己下手这么狠 肯定是父亲不再爱自己了 王莉莉越想越伤心 决定再次去找范强 让范强再次帮助自己 联系到范强后啊 范强悄悄地把她领到了自己家中 第二天早上 发现女儿不在后 王天来急了 夫妻俩呢 仔细想着王莉莉可能去的地方 正要出门去找时 妻子呢 突然发现女儿留下的一张字条 爸妈 你们不用找我了 我和范强走了 等我能养活自己了 我会回来的 看完字条 王天来心头 哼的一股怒火 心想 要不是这小子 女儿也不会这么不听话 看来你范强是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掉泪 既然 你不人在先 那就别怪我不义 气急败坏的王天来和妻子 去找范家算账 临走时 王天来拿出了一把水果刀 藏在了衣服里 听见王天来两口子找上门 范强吓得直哆嗦 心想 坏了 本来打算今天带着王莉莉就出发 没想到一大早就被堵在家里了 没办法 她只好把王莉莉在自己家这件事啊 告诉了父亲范精奇 范精奇一听 先是给了儿子一耳光 可听了听门外越来越重的敲门声 她只好将门开了一道缝 听到王天来跟她要女儿 她硬着头逼说 王莉莉不在 范强也不在家 你到别处找找吧 正说着呢 就听见李屋传来一件熟悉的音乐铃声 原来王莉莉的母亲当场就拨了女儿的手机 刚好呀 这铃声传出来 被王天来两口子听到了 这下 范精奇的谎言当场被拆穿 她有点尴尬 王天来呢 却是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这女儿明明就躲在她家里 却敢说不知道 她一把推开了范精奇 大步朝李屋走去 看到女儿和范强都在 上前一把就扯住王莉莉 两步走出了房门 让妻子把女儿先带回家 回过事来 她一脚就踹在了范强身上 范强看事不好 一猫腰 嗖的一下就跑出门 可没想到 范强跑出门以后啊 竟然不知死活的追上王莉莉 又拽着她开始跑 王天来想 好啊 当着我的面 你就敢拉拉扯扯的 气急败坏的王天来 掏出衣服里的水果刀 嘴里喊着 今天我就打残了你 我让你再追 几步快跑 眼看着就要追上范强 范精奇见事不好 连声喊 儿子快跑 然后上前去阻止王天来 想把她的刀 抢下来 就在争夺拉扯中 这王天来一刀就刺中了 范精奇的左胸 一场悲剧 就这样 猝不及防的发生 王天来 只想把自己的女儿找回 范精奇呢 也只想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们本来就应像路人甲路人蚁一样 擦肩而过 却因女儿和儿子的纠葛 走到了一起 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 范精奇因为心脏动脉血管破裂 很快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 一场早恋就这样毁掉了两个家庭 王天来想想自己的行为真是后悔不已 但悔恨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王天来又将受到怎样的判决呢 最终呢 考虑到王天来认罪态度较好 范精奇也有过错 法庭以被告人王天来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附带民事诉讼 赔偿给被害人范精奇家属35万元 而范强呢 因为违反缓刑中的禁止令 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 被法院撤销缓刑 收监执行原判刑法 将在监狱里度过两年的刑期 一场早恋悲剧 两个破碎家庭 16岁的少男和13岁的幼女 为什么会早恋 为什么引发了如此惨剧 诚然 社会学校教育是一方面 但是父母呢 作为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应该尊重孩子的人格和自尊 在精神上 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减少青春期 给孩子带来较大的波动 和冲动 掌握好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技巧 那也许 当家庭教育 情感教育 性教育 不再缺位 这起悲剧 可能就不会发生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法律讲堂 再见 从小缺少父爱 他爱上了大自己24岁的男子 没有想到 竟然赚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场恋情为何让他选择了自杀 在张燕死亡一个月之前 有一笔一次性六十万元的巨额存款 六十万元存款的背后 竟然隐藏着他母亲的一个秘密 谁毁了女儿 明日播出 明日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